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都是冰河谷的人 他们来叶城做什么 他们朝着叶家方向飞去 莫非 跟吞噬一火笔 这点疼痛 还是熏了一招 比我出来 莫非地心中一直吸收地心火苗 如今与阳光能量接触 便能直接化为阳火的源头 这次可真是一件宝贝了 叶家 交出恶难毒女 否则今日 叶家灭 天双子 天蛇 这两位冰河谷的长老 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叶家 什么恶难毒女 我们叶家什么时候接触了恶难毒女呢 那个恶难毒女 是不是与萧炎先生同行的那名女子 对呀 我叶家并不知道 此女便是冰河谷要找的人呢 这可如何是好啊 有什么好慌的 又没让你叶家去跟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叶冲长老放心吧 他们是因为我等而来 并不会牵扯你叶家 天火前辈 与我会会这冰河谷如何 自无不可 想必这位朋友便是击败我们天蛇长老之人吧 同为斗尊强者 还不知道阁下的名讳 天火 原来是天火尊者 今日之事 乃是我冰河谷与恶难毒女之间的恩怨 若是老夫请你不要插手 你是否会答应 你觉得呢 清酒不迟迟罚酒 罢了 只要抓住你们两个 倒也不怕那恶难毒女不现身 那小子交给你 别再出岔子 不然谷主可不会再轻饶你 小子 我倒是要看看 这次谁能再救你 天蛇长老 此人便是我魂殿的目标 把他交给我吧 魂殿 小炎 还记得本护法吗 武护法 不错的杀医 比当年无能狂怒好上不少了 该死 无不法 这傀儡 交给老夫兵士 因 α 台湿 哪有 哪有 死 何 这еле 力量的廢物罢了 对付你 我一人堆 物子量力 老夫林要我臣都能去拿 更何况你这尚不成细的弟子 屈居二星斗宗也敢和本护法交锋 当真是仇子 失去了傀儡 这小子也不过如此 硝烟 这便是你仗仪赶来中州的本事 凭你这般实力还想救药臣 当真是笑话 是吗 天火三玄变 第一变 青莲变 这 这是 焚烟谷的天火三玄变 五护法莫要大意 这秘法若是施斩三变 至少能够提升近三星的实力 提升三星而已 你逃不出本护法的手心 天火三玄变 第二变 不一变 这小颜 居然身怀两种一祸 这恐怖的增幅已不可小觑 好在 你这小子的能力 应该还达不到三变的层次 哼 那还好 本护法还是拿的假的 这 这不可能 天火三玄变 第三变 再一次 二变 三变 一变 十四变 二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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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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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变 一变 一变 二变 二变 天火前辈 我先将此肉体激活 待会儿你进入之后 要顶住一火断烧 取得身体控制权 中途切记不可松懈 否则 不仅这肉身会报废 连你的灵魂 都将会受到致命影响 就是此刻 吞下丹药 进 小子 有些排斥啊 还算顺利 接下来就需要前辈 顶住一火断烧 御火重生了 小炎大哥 冰河谷的人 又来了 终于找到你了 恶难毒体 旁边藏着的那位 也一起出来了 斗宗巅峰 冰河谷 还真是舍得人手 为了你这恶难毒体 让老夫出手 倒也不算太过 你们去守住谷口 不许任何人逃走 是 天舍长 说来也巧 老夫曾与上界恶难 毒体有过一阵 最终输了一招半时 不知你这一届实力如何 你试试就知道了 可不是你们依靠数量便能够抗衡的 那位青年和那灵魂体验 一起出来吧 老夫今日不会放走一个 俠行 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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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叔 你 雷 走 啊 走 二 嗯 老夫 街道 这 骆蚁 骆蚁 啊 嘿嘿嘿 嗯 嗯 嗯 啊 啊 啊 比起上一届恶难毒体 你可是差了许多 放心吧 这两三个月中 我会将天毒蟹龙兽的魔盒弄到手 到时候便能令你彻底的将恶难毒体控制住 抱歉 小爷 可能 我等不到哪一天 ảo 车 乖乖跟我回兵何苦 或许还有活路 不忍得 铁士长老 这是 不忍得 冬冬 这位长老,下手还真是不轻啊 回冰河谷还是不必了 这洛神剑倒是个不错的埋谷之地 用来埋葬尔等,待遇也算是不差 这位前辈,今日之事有些误会 还望能够看在我冰河谷谷主的面上 我与你家谷主不熟 不,不好,快接前龙玄冥阵 血迹前龙 好恐怖的东西 你,去 不自量力 空间脚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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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天火前辈 你 别让他们逃了 该死 此人对空间之力的掌控 根本不像是刚刚踏入窦村 青山长老 回下脚担保 你们三个 去挡住他 不 青山长老 你总可以丢下我们 这家伙心真够狠 居然拿同伴的命来助自己逃跑 刚刚得到身体 体内斗气短时间内并不能彻底恢复 可惜了 天火前辈无需自责 谁也想不到 此人还未达到斗尊级别 便能够划开空间逃断 当务之急 是寻一处致阳致烈之地 帮小玉先彻底控制恶难毒体 倒是我们两名斗尊 即便是冰河谷想要动我们 怕也是得掂量一二 致阳致烈之地 我倒是知道一处 在何处 叶城 叶家禁地 阳火谷潭 上次他们冲撞萧颜大哥 只是不明你真正实力 这次若是再去 新兰保证 他们不会再敢有丝毫得罪 赵黑 你这是何意 叶崇 此次我可是奉我黑火宗宗主之命前来 你们若是配合 我黑火宗不会亏待儿的 否则 这些棺材便请收下 你 摇火谷潭是我叶家禁地 按照族规外界都不可能 你们居然还想讨要过去 痴心妄想 她是六姓巅峰斗宗 我们叶家无人是她的对手 识食物者为俊杰 叶崇 你叶家所有老小的性命 可都在你一念之间哪 这叶家还以为自己是 单于五大家族之一的呢 恰是 曾经的传承世家 竟然败落成这般模样 这叶家先祖得知 也不知会不会被气得 从棺材里跳出来啊 赶紧交出阳国谷潭 退出叶城 否则叶家上下鸡犬不留 时期之内 带着你的棺材滚出叶城 否则 便留给自己用吧 哪里来的猫头小子 也敢在我赵黑面前放肆 杀了他 世界紧迫 天火前辈 还是劳烦您出手 嗯 盗 盗尊 前辈 前辈饶命 我是黑火族赵黑 今日有眼无助冒犯了前辈 还请多多包涵 是死是活 问问我这小兄弟 小兄弟 不不不 大人 大人饶命 小人知错了 小人再也不敢了 还请大人饶小人一命啊 带上你的东西 滚 以后再来 便去你们黑火宗做作 是是 多谢大人 多谢大人 走走走 快快快 叶长老 我们又见面了 你 你是萧炎 萧炎 他居然便是上次那个萧炎 这萧炎是什么背景 居然能让窦尊强者随身左右 爷爷 我就说 他一定能救我们叶家 是我等有眼无珠 得罪了一尊大神 萧炎先生 多谢您的出手相助 当日叶家的不敬 还请不要放在心上 一场误会而已 叶重长老 小子此次前来叶家 是想借阳虎古坛一用 不知道叶虎长老是否愿意 大长老 阳虎古坛是我叶家境地 按照族规 什么族规 废了 废了 萧炎先生已得抱怨 此份恩情 足以打破族规 那便多谢爷爷重长老 来 诸位 请随老夫来吧 好 嗯 河南独女 还有那个不知名斗尊 老夫定要将你们错骨养灰 小姐 已经打探到 萧炎少爷的消息了 他在哪 萧炎少爷此刻在夜城 不过 为了救志友得罪了冰河谷 但想必冰河谷不会善罢甘休 另外 魂殿最近在丹塔活动颇为平凡 以他们与萧炎少爷的仇怨 恐怕 灵老 元老 带我先行前往夜城 是 小姐 小岩哥哥 有勋儿在 谁敢动你 我便杀谁 给你 感谢观看